双子爸爸的超级诗游记 现在开始 第二集 美猴王学艺 上集说到美猴王出事 带领着猴群找到了新的家 就是花果山水帘洞 猴子们在里面舒舒服服的安顿下来 过着悠闲自在快乐的生活 时间过得飞快 一转眼好多年过去了 这一天猴子们正在水帘洞里玩耍兮兮 突然马猴大元帅发现 美猴王呆呆地坐在角落里 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 于是走上前 躬身失礼问道 大王 我说您这是怎么了 您瞧我们现在住在这花果山水帘洞里 不愁吃喝 无忧无虑 多开心啊 可是我瞧 您怎么好像有心事呀 美猴王抬起头来 眼中挂着泪水 惆怅地说道 唉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心事 虽然咱们现在快乐无忧 但一想到将来年老 气衰你我都有死去的一天 免不了要去那英曹地府 阎王爷那里受苦 我就暗自悲伤不已啊 到那时 咱们便不能再在一起了 说完眼泪流了下来 这时群猴也都围拢了过来 听了美猴王的话 很多猴子都悲伤地哭了起来 突然 猿猴大将军站了出来 大声地说道 大王 想要永远地在一起 也不是没有办法呀 你说什么 快说来听一听 大王您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佛和神仙 他们拥有无边的法力呀 更能与日月天地同在 长生不老 什么什么 真的吗 快说一说 到底在哪能找到他们 美猴王听得兴奋极了 大王 小的我也只是听说 那些神仙佛祖呀 都居住在非常偏僻的 古洞和仙山之中 普通人是绝对难以找到他们的 听到这儿 美猴王腾地跳到了桌子上 大声地喊道 好 明天我就出发 云游四海 不管多么困难 我都要找到神仙 休息那长生不老的法术 回来教给孩儿你们 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不分开了 哈哈哈哈 群猴一听也都兴奋极了 一起大声地叫好 来呀 孩儿们 给我连夜准备木筏子 明天一早 我就出发 神猴丞相的号令 好好守着这花果山水帘洞咱们的家 等着大王我回来 知道吗 休得们遵命 只见美猴王抓起船狗用力一撑 这次木筏飘飘荡荡 向海中央驶去 也不知道在海上漂泊了多久时间 这一天 美猴王终于看到了远方隐隐约约的陆地 他开心地跳了起来 还没等木筏靠岸 便纵身一跃 噗通的一声跳进了水中游上了陆地 美猴王不知道 他已经从东盛神州漂泊到了犀牛鹤州的地界 而且这里正是传说中的一座神仙岛屿 这岛上林木茂盛 山脉连绵起伏各种野兽和动物往来出没 比美猴王住的花果山可要大多了 美猴王心想 这里难道会有神仙居住吗 我得赶紧去找一找 想到这儿便顾不上泪和饿 急急忙忙爬上了一座山顶向四周望去 只见大山一座连着一座 树木是郁郁葱葱 完全遮挡了视线 正在着急的时候 忽然他听到附近的树林中有人说话 我说呀 快点呀 一会儿要赶不上老神仙讲道了 美猴王听到老神仙这三个字 立刻连窜带跳冲进了树林 只见 是两位砍柴的侨夫 正在一边砍柴一边聊着天 美猴王这一冲出来 可怕两人吓了一大跳 美猴王赶紧跪倒在地磕头说道 两位大叔啊 刚才我听到两位提到此地有一位老神仙 我是千里迢迢从海的那边来学道的 还望两位大叔指点我老神仙的住处 我给两位大叔磕头了 说着便砰砰砰的磕起头来 其中一位侨夫赶紧伸手把他扶起来 说道 当不起呀当不起呀 哎呀 此地是有一位法力无边的老神仙 法号叫做须不提祖师 你可以沿着那条小路一直往南走 走个七八里山路 有一座洞府叫做三星洞 就是了 啊 多谢多谢 美猴王再一次磕头拜信 然后站起来一路狂奔起来 翻过了一座山坡 果然面前出现了一座神仙洞府 洞门外有一座石碑 上写着灵台方寸山 席月三星洞 美猴王正要上前敲门 那洞门却掀开了 出来一位童子 见了美猴王便说 你就是那位石猴吗 我师父叫我接你进去见他 你跟我来吧 美猴王心里想 果然是神仙 早就知道我要来呀 于是毕恭毕敬的 跟在这位道童的后面 来到了洞府的深处 只见 台上正中 端坐着一位老人 花白的头发 花白的眉毛 花白的胡子 面目慈祥和蔼 身穿宽大的道袍 两旁站着三十名小道徒 果然是一位老神仙呀 美猴王二话不说 趴在地上便磕头 老神仙在上 弟子是从花果山水帘洞来的 来向老神仙学道的 求老神仙 收下弟子吧 菩提祖师 环环说道 你就是那只石猴吗 无父无母 吸收天地之精华而生 后居住在花果山水帘洞的 号称美猴王的 是你吗 石猴赶紧磕头 老神仙法力无边 正是弟子 正是弟子 老神仙 我先笑了 看你跌山涉水 远渡重阳 倒是前程 尘且住在我这三星洞里吧 至于先书法力 且看你的表现吧 多谢师父 我来问你 你有名字没有 弟子没有 孩儿们只管我叫美猴王 老神仙 老神仙笑道 那 那还是一只狐孙猴子 如今 我且给你取个道家的名字 叫孙悟空 如何呀 孙悟空 狐孙悟空 好好好 从今天起 俺就叫孙悟空 多谢师父赐您 于是 从这一天起 美猴王孙悟空 就在须菩提祖师的三星洞里 住了下来 他每天 晚睡早起 打水扫地 洗衣服做饭 十分的勤劳 其他的师兄弟和菩提祖师老神仙 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一转眼 过了三年时间 话说这一天 老神仙吩咐小道童 把孙悟空叫到自己的禅室问道 悟空 你来此三年多了 每日打水扫地 洗衣做饭 可有怨言吗 悟空忙说 弟子不敢 弟子不敢 弟子只求有一天 师父传授给我几招法术 能让我长生不老 和花果山上的孩儿们 永远在一起不分开 就心满意足了 老神仙点了点头 想要长生不老 必要学会许多变化 以躲避灾祸 我这里有三十六天罡变化 和七十二地煞变化 你愿学哪一样啊 悟空想了想说 师父 弟子愿意学那多一些的变化 就请师父交给我七十二变吧 老神仙笑了笑 好 现在我便传你口诀 法诗 不过你需得勤学苦练 每日休息 方能有所成就 是 弟子记住了 从这一天开始 美猴王孙悟空 开始暗地里努力的练习 不怕苦 不叫累 只求能实现长生不老 好早日回到花果山水帘洞 见他的猴子孩儿们 一转眼 又过了三年 孙悟空 已经修成了七十二般变化 这一天 正在独自苦练 老神仙须菩提祖师突然来到了他的身边问道 悟空 悟空 休息得如何呀 啊 师父 七十二般变化 我已经样样精通 这可惜法力不够 我飞得还不够远 哦 那你试着飞起来 我看 只见悟空口中念念有词 默念口诀 然后突然向天空一指叫一声 走 然后 这腾云下午就飞了起来 不过 他只是从山上飞到了海边 便落了下来 老神仙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悟空 看你用心修习法术 只为早日回去 和你那些狐孙团聚 我便再传你一道金斗云 这金斗云 一个金斗 就能飞十万八千里 足够你回到你那花果山水连洞了 你且过来 我教你口诀 苏空高兴急了 急忙记下口诀 口中念念有词 突然指着空中大叫一声 金斗云 只见一朵小小云 呼的飞了下来 再上苏空 嗖的一声就不见了踪影 只片刻的功夫 小小的金斗云 呼的一声又回来了 苏空从金斗云上跳下来 跪倒在地 多谢师父 有了这金斗云 一秒钟时间 我就可以回到遥远的花果山水连洞了 真太好了 老神仙笑了 哈哈哈哈 悟空 想来那七十二般变化 你也已都掌握了 现在 你且变一棵松树 让为师看一看 是 只见孙悟空摇身一变 老神仙的面前 已经出现了一株苍翠挺拔的松树 老神仙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 悟空 悟空 你如今 学艺已成 可以下山 回去了 我有几句话对你说 你离去之后 切记 要做一个好人 切不可用为师传授你的法术 危害人间 否则 为师定不饶你 另外 我传授你法术之事 不可对任何人谈起 否则 便得不到 长生不老了 你 记住了吗 是 弟子紧记在心 好了 你我师徒 远近于此 你 且回你那花果山水帘洞去吧 苏空流着眼泪磕了三个头 师父 我 我走了 您多保住我 站起来 手指天空喊了一声 金斗云 来 小小的金斗云轰的出现在眼前 苏空跳上云头 心中默念着 花果山 我来了 宋的一声 便 不见了 总影 The End